儘管我們華人在過端午年假 不過全世界真的又變了 因為歐洲向右轉 怎麼睡一覺又變了呢 尤其來看到政壇巨變 現在又起了嘛 結果導致股匯雙崩了 股市也跌 匯市也跌 然後法國的部分 又派了雷鵬引導 然後他得了很大的一個勝利 然後馬克宏說他們要宣布舉行改選 德國這邊選得不好 反正義大利 那梅洛尼的義大利兄弟黨選得不錯 但是現在歐洲的議題 跟中文道理也有關係 因為這個人又要回來了 不是回來他要拼連任 歐盟智慧主席馮德蘭 據說他現在越來越穩定了嗎 渴望連任嗎 哇天啊他要跟梅洛尼一起來合作 他如果真的在繼續的話 他是非常靠向美國的 不是真的以歐洲人來當立場的話 真的中歐關係會有黑暗期嗎 那尤其是來看到 會不會要對中國大陸又課徵很多很多關稅呢 可能是來看到什麼祭出反補貼調查等等 那中國大陸也不是沒招 譬如說有一個老師 審慶律師就說 歐盟啊你的葡萄酒農業產品 都是非常依賴中國大陸市場 而且你也有大量的補貼 那更別說呢 其實還有乳製品的這一塊 中國大陸也可以祭出相關的措施 第一個我特別要講 這次歐盟會議議員的選舉 確實是極右派獲得了大勝 我們看這幾個國家 先講義大利 義大利 梅洛提他本來就是極右派 所以他選得好 這是沒有疑問的 因為他本來就是極右派 那現在關鍵兩個指標 一個是法國 一個是德國 那法國來講的話 這個雷鵬是極右派 那時候他跟馬克宏競選總統的時候 他代表是極右派 這個馬克宏大概是中間偏右 那時候雷鵬沒有獲勝 但是不代表說是法國來講 他極右派的勢力就只消退 那從這次我們很明顯看得出來 就是法國來講 他極右派勢力不但沒有消退 反而更加的增長 那為什麼會造成這種情形呢 我覺得跟歐洲的移民政策有關 跟他的保守政策有關 因為歐洲現在來講的話 他自己面臨了 自從俄烏戰爭開戰以後 他不管是他的通膨 或民眾的生活大受營養 我自己都吃不飽了 我怎麼再去 讓你移民再來搶我的工作 所以在這種狀況之下 這種極右派的這種民粹主義 就會昂然上升 所以在這種狀況之下 包括到德國 包括到法國 他們極右派保守主義就立刻上揚 那這次來講我覺得影響很大 當這個極右派的勢力抬頭之後 當然你中間勢力就會削弱 所以很明顯的這個 這時候馬克宏他就認為議會要重選 那另外一個很嚴重的一件事情 就是這個馮德萊恩 他會不會繼續再當歐盟的主席 我覺得可能性很高 應該就是他的 不會錯 如果說按照這次選舉的結果 我們就可以判斷出來這個 馮德萊恩他繼續當歐盟的主席 可能性是可以說板上釘釘了 大概百分之八九十跑不掉了 那馮德萊恩是什麼樣一個人 馮德萊恩是一個百分之百 親美派的一個歐盟主席 他馬克宏一直想把他換掉 你知道嗎 馬克宏為什麼想把他換掉 因為馬克宏一直想說我歐洲 我自己要有獨立自主的 不管是在經濟或軍事或國防上面 我希望能夠獨立自主 我不太要獨立自主 而且歐洲要在我法國主導之下 因為我是歐洲的五常國家 歐洲五常國家有兩個 一個是英國 一個是他 德國不是 德國是戰敗國 那在這種狀態下 他就希望說是馬克宏能夠主導整個歐洲 那你馮德萊恩你一直在那邊自軸 你一直是親美派 所以馬克宏那時候 一直要把馮德萊恩換掉 但經過這次議會的選舉 我覺得說要把馮德萊恩換掉的機會 可能是不大了 他必須要接受這個事實 但是馮德萊恩很明顯一件事情 他就是按照美國政策 你可以說是大家經常講一句開玩笑話 就是馮德萊恩就是美國派在歐洲的一個代表 對 臥底 臥底來執行美國的政策 尤其是在經貿政策上面更是如此 所以未來來講的話 很明顯的中歐雙方來講這種貿易戰 勢必緊接著就要開打 這個是無可避免的事情 但是中歐的這種貿易戰開打 對誰有利 我必須要講就是很誠懇講 對雙方來講都不利 當然你有你的武器 我也有我的武器 我們從哪一件事情可以看得出來 中歐如果貿易戰一旦開打來講的話 這種貿易戰都是上敵一千自損八百的 這個從美國跟中國的貿易戰 川普實在就開打貿易戰 到現在為止美國有沒有得到好處 沒有 我們看到美國是什麼 是通膨不斷的上漲 這個貧富差距不斷的加大 然後美債不定的提升 因為你在怎麼樣 你就是需要中國很多的製造業的供應鏈 那你可以對我實施制裁 我一樣可以對你實施制裁 你美國對不對 加徵我的關稅 那我也加徵你這個黃豆 我就不買你的黃豆 不買你這些農產品 我跟巴西買 那你美國自然就受傷 那歐洲是不是如此 我跟你講歐洲也一定是如此 你今天你可以 所以我們可以預判得到 他一定藉著產能過剩 藉著這些補貼 這種種種的理由來提高 中國的貿易關稅 尤其是在新三樣 包括到光電系統 包括到電動車 包括電池這三樣 一定會加強這三者的關稅徵收 當你增加這三者的關稅 你有沒有想過說是 你很多東西也要賣到中國 最明顯的 除了這些農產品之外 你法國的這種 很有很好的這種紅酒 你還不要賣 對不對 你這些法國的精品 你馬克宏要想一想 當我增加你的 想奈爾關稅的時候 你的這種 想奈爾這些精品 在我中國還有沒有競爭力 另外一個我跟你講 最嚴重的是空巴 因為空巴是 不只是法國的空巴 也是德國的空巴 當這些企業來講 我也提升你關稅來講的話 我覺得中歐雙方來講 就是很明顯會陷入一種 就是這個 這個貿易戰 就是殺敵一千 自損八百 但是我覺得我們也 不容忽視說 這件事情的殺傷力 因為整個貿易戰開打 結果不是說 最好大家能夠 這個全球化 各取各的需要的供應鏈 對不對 你製造我生產 當全球壁壘分明 都形成一種 保護主義來講的話 對整個人民來講的話 他勢必會增加他的通膨 勢不會增加他的負擔 勢必讓他用不到好的東西 這也是讓全世界人民 必須要擔心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說 馮德萊恩 繼續擔任歐盟主席的可能性很高 然後中歐之間的貿易戰 也勢必即將開打 這是不可避免的事 對 但是中國大陸 跟歐洲的關係非常的深 尤其在經貿的這一塊 我們都希望不要有這個貿易戰 但是呢 你正要打貿易戰的話 中國大陸也做好了準備 那美國當然很樂見呢 中國大陸跟歐洲關係不好 因為他想要餘翁得利 那美國呢 身陷兩場戰爭當中 尤其以色列真的讓他很頭疼 譬如說他為了挺以色列 艾森豪號被說 不斷的步數 延後步數 現在已經超過了556天 就是步了500多天 這個很累耶 然後呢 但沒辦法 你就是要威著胡賽 胡賽已經說了 兩次攻擊了艾森豪航母 然後呢 那你又不斷的闢謠闢謠等等 但這件事情呢 就變成羅生門 到底胡賽有沒有打呢 不重要 因為呢 中國大陸專家杜文龍說 胡賽組織用飛彈 對美國航母發動襲擊 不管有沒有打中都無所謂 因為已經立了大功 大家已經覺得美國 現在你看 他不斷的往北逃 從這個胡賽組織 他們的設立範圍 一路的往北走 這也代表說呢 美國的航母 不管有沒有打到 你真的離開了胡賽的攻擊範圍 其實艾森豪威爾 如果說是 這航母代表的是 美國在中東很重要的 一個穩定的一個力量 而且也對北約國家的一個承諾 那你有沒有受傷 你有沒有被打到 其實美國應該要公開的說明 因為對你的這些盟友 尤其是中東地區 你這些盟友 你應該公開 當有這個疑慮的時候 你必須要說明 你說明清楚 證明你沒有被受傷 沒有被胡賽打到的話 這樣才可以加強你在中東地區的 這種盟友的關係 對不對 大家才會信任你 那如今你遮遮掩掩掩的 其實讓人家更急 因為大家會擔心嘛 之所以會重視 艾森豪威爾號有沒有被打到 就是因為我們國家安全 尤其是中東 不管沙特 或者是埃及這些國家來講的話 他會在意說 如果說你沒有被打到 你跟我講 這樣我可以繼續支持你 我可以繼續信任你 美國的軍事實力 那現在來講 美國之所以遮遮掩掩掩 讓人家更加的起疑 為什麼呢 從幾件事情我們看得出來 美國有一點越描越 可以欲蓋彌彰的味道 到現在為止 當然我們沒有百分之百證據 不管是胡賽組織 或者是說 這個美軍自己本身 他都沒有很公開的證據 來說他有沒有命中 那胡賽當然不可能 拿到時速證據 他是無人機 他有沒有空中 他有沒有衛星 他沒有辦法拍到這下 這下航母的情形 但是我們從幾件事情 來研判 他到底有沒有打到 第一個 我特別要講 航母是一個戰鬥群 他旁邊除了說是航空母艦 自己有自衛能力之外 他旁邊還有一些導 這個巡航艦 或者是說這個護衛導彈 那這些總共飛彈 我們算起來的話 他防空的飛彈 概略有300枚 那已經很多了 可是問題說你一枚 不管是標二標六 那一枚都是這個 兩三千萬美金 來起跳來計算的 那你有沒有能力應付 胡賽用個兩千塊錢的無人機 來對你做飽和式的攻擊 這第一個我們起疑的 那第二個就是說 你會不會省了這些 為了省這些飛彈 你只是用一些這個 這個進破武器 來擊落這些無人機 那如果說你只用使用這些 進破武器的話 就有可能有一架 我們所謂說 季彈在密也有縫 這個鐵熊再厲害 對不對 以色列我們也看到 當它飽和攻擊的時候 還是有很多枚的 卡薩丘那種飛彈 就擊落到你的 以色列本土上面去 所以會不會是 當初胡賽用這種 很密集的方式 飽和式的攻擊 那你又捨不得 用你這個昂貴的導彈 去對空做攔截這些 很便宜的無人機 那在這種狀況下 有沒有一兩架無人機 就撞到你的 我不敢說擊中 我只能說撞到你的 航母上面去 有沒有這種可能 因為我們現在看到幾件事情 讓我們擔心 就是說你這個航母 你的艦長 你居然 大家在船得沸沸揚揚的時候 你公佈的是你廚房的照片 對 工備房的照片 對 第一個 你為什麼不公佈你甲板 當大家提出說 你對你甲板質疑的時候 你確實是公佈了你甲板 但是 是三月的 後來發現你這個 你這個公佈這段影片 是三月份的甲板 我們這網友也非常厲害 很厲害 後來他又說好 那我就公佈現在的 但你沒有公佈全甲板 對啊 其實這很簡單嘛 就是說你請記者上去參觀 就適宜了 心虛嘛 現在來講 他還有一個動作讓大家很疑惑 就是你往北開 你在鴻海往北開 你開離胡塞有1000公里 1000公里就是 避開胡塞的導彈 或者是無人機的射程之外 那你開到那邊去幹什麼 是不是因為 避免我被攻擊到 那你現在來講 你很尷尬 你要不要走 走蘇伊士運河往北走 你在這邊已經執行得很辛苦 已經是556天了 你要不要回去你的母港 你回去你的母港 就是胡塞了 走蘇伊士運河 我跟你講他如果走蘇伊士運河 更遠 不是更遠 會有一種情形 所有記者 在岸邊等著拍 拍他到底怎麼了 到底你有沒有被打到 所有的飛機 大家起上去圍觀 對不對 看你到底有沒有被打到 因為大家都很好奇嘛 那一走蘇伊士運河的話 大家就會 那一走往南 你往南走的話 你又會經過胡塞那邊 你會不會又被打一次 所以我覺得說 艾森爾維爾號 現在來講也是 進也不是退也不是夾在中間 不曉得怎麼辦 對啊那為什麼 胡塞被說立功 然後中東很多國家 給他拍拍手 因為美國挺以色列 就以色列這一次說什麼 為了救四個人制 打了這個造成270多人死亡 真的是為了救人制嗎 我想問一下將軍 你怎麼看 其實我特別要講 這段經過 我這個很認真的去研究 其實各位你相信說是 這個以色列軍隊 經過一棟房子前面 不小心就看到四個人子嗎 不相信 你絕對不相信 我覺得第一個 這一定有一個情報 而且很縝密的情報 你知道 這個我們反恐的部隊 是經過特別訓練的 那我以前也大概了解說 反恐部隊訓練一個過程 所以結合我這個反恐 這個作戰的訓練的經驗 來告訴大家這個故事發生的 一個我推測的一個情節 第一個就是說 美國一定提供以色列這些相關的情報 怎麼講說美國提供的呢 就是我一定要很精準的情報 這個人子關在什麼地方 我才能夠去做營救 我不能亂槍打鳥 我們每個人跑進去 第二個你看這四個人子裡面 有一個很特別的 是以色列跟中國的混血兒 他為什麼特別去救這個人子 那是不是要對中國示好 因為那時候中國 這個對以色列來講 有很大的這種抱怨說 我們也算 他不然怎麼樣也算半個我們中國人 所以以色列是不是特別 針對這個人子要救這個人子 所以這總總代表說 他之前有很詳密的一個情報 人子關在什麼地方對不對 這個什麼位置 那後來證明這些人子所關的地方 不是在地道裡面 我們都以為在地道 它是在民宅裡面 然後這兩個人子是分兩邊 四個人分兩邊關 一邊關兩個 這個相隔大概200公尺 所以他們情報算得很精準 要不是美國提供給他情報的話 這個以色列大概 他們的這種特種部隊 反恐部隊不可能掌握到 好 第二個問題來了 你這些反恐部隊 你為什麼可以在這麼快的時間 有把握做這個動作 就代表說你經過精準的訓練 什麼叫精準訓練 一定有一個模型 蓋了一個模型 這兩棟房子 街區 道路 房子都做得一模一樣 然後這些特種部隊 每天進去訓練 對不對 然後你攻哪個門 我守哪個門 你在哪裡掩護或怎麼樣 我進去以後有幾個哈馬斯 我人質在什麼位置 我第一時間很快的搶救出來 這是第二個他一定會做這個動作 經過訓練 那第三個我覺得很可疑 就是你怎麼混進去的 對不對 你軍隊來講 你進去那個地方 都是巴勒斯坦民眾 那你怎麼進去的 我跟你講他從什麼地方進去 從美國幫他蓋了那個人工碼頭 人道資源碼頭 從那邊以後 他偽裝成聯合國的人道救援組織的人員 從那邊他才能夠很迅速的 進入到巴勒斯坦難民營的核心地區去 搶救這個人質 然後第四個 你要搶救人質 你一定要撤退 對不對 那你救人質的時候 可能可以出敵意料 我進去救的時候 你這個哈馬斯你可能不知道 我迅雷不及言耳 我馬上把人質救出來 可是你救出來的時候 哈馬斯一定會反應的 立刻會對你攻擊射擊或打擊你 這時候怎麼辦 我一定要掩護部隊 對不對 我一定要掩護部隊 掩護這些部隊 掩護這些特種部隊 進去救人的特種部隊 包括這些人質 我要掩護他策略出來 這時候用什麼方式來掩護 我跟你講 就用最殘酷的方式 猛的火力攻擊下去 我們就可以看到 我可以想像出那種畫面 就是在空中有這種直升機 對不對 武裝直升機 Apachi那一類的直升機 甚至於有戰機 對不對 然後攜帶的龐大的 小直徑的這種炸彈 另外有戰車 對不對 這個分線 從空中的戰機 半空中 懸空等待的武裝直升機 然後戰車火炮在那邊 人質一旦 退到一個安全區以後 然後我隨後火炮 從空中從直升機 從戰車 啪一口氣火氣下去 它才能撤退 所以這種狀況之下 我只是為了掩護這些人員撤退 但是所以說 巴勒斯坦難民 這次付出去的傷亡 代價非常的大 就是馬上有274個死亡 受傷400多 另外我再講一點 大家要注意到 它解決的時間是什麼時候 是選哪一天 6月8號 為什麼選6月8號 就是甘辭要辭職的那天 OK 所以在這一天來講的話 我做這種動作 讓納坦雅胡跟甘辭 就是有所交代 說我不是不去打擊 對這些極右派有所交代 我不是不打擊 你看我現在把人質救出來 最起碼救出來四個 你就不要推出我的內閣 但是好像甘辭先還是退出了 所以這東西政治 包括它政治理念 包括軍事行動 其實都是一場陰謀 對 這一場陰謀大家也擔心說 甘辭他離開了 他們內閣團隊之後 會怎麼樣呢 會導致這個納坦雅胡 更加的往右傾 更加的激烈 我們也希望這個戰爭 不要這樣打到 這些巴勒斯坦苦難的民眾 也都受害了 大家好 我是主播張若瑜 你知道肌膚年齡 可以自己決定嗎 25歲之後 招元蛋白流失速度 將大於生成速度 想要北跑跑的QQ臉 吃的保養最重要 皮膚好 人不老 真正的美麗來自於內在 實際鹽 德國專利膠原蛋白生態 快點購 全台獨家販售 德國專利原料進口 成分天然 零添加 平均分子量 2000鮑爾頓 小分子 好吸收 重金屬 西藥檢驗 SGS檢測 全過關 品質安全 有保障 一天一包 Verisol 女神專用膠原蛋白 無論你是想維持肌膚Q彈 甚至產後補充 都十分推薦 在這裡想告訴大家 這不是藥 保養習慣 就要從現在開始 90天青春有感計畫 擁有彈性美肌 超級Easy 輸入推薦代碼 還可以賞有更多的 額外優惠折扣囉 有請問 有請問 我們請問 打釀 很好 請問 請問 請問